好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来自传奇华人资讯网的记者 Jason 3月24日的报道 在近日洛杉矶地区出现了强降雨的天气 导致了多条高速公路受损 尤其是Promona路段的71号高速公路 原本就年久失修的路面坑洞 在雨水浸泡后进一步恶化 大大的提高了司机的驾驶风险 那么对此加州运输部表示 他们将从24日开始大规模的维修 71号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 但是专家表示即使说这个修补完成了 道路上的坑洞仍然可能会再次出现 而且损坏仍会持续 所以民众在驾驶的时候还是需要时刻注意的 道路交通工程专家于先生就透露 其实除了近期比较严重的71号高速公路以外 洛杉矶的东西方向10号和60号高速公路的路况也都比较差 路面时常都会出现一些坑洞 那么余先生也指出 高速公路上的汽车行驶的速度本来就很快 开启这些坑洞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冲击力 而对于轮胎的伤害是不可小觑的 同时余先生说 他自己就曾经因为高速公路上的坑洞而报废过两个轮胎 而他当时的速度也只是每个小时40英里而已 那余先生也感慨说这个轮胎当时就扁了 后来才发现轮胎已经被坑洞的切面是直接戳破了的 他在事后也感叹说 如果当时他的速度再快点 也许整个车子就失控了 那余先生也建议如果坑洞比较小 司机也可以试着让他在左右两边的轮胎中间通过 这样的话高速公路上的大部分坑都只会有影响一方的轮胎 有的时候车速太快也就会来不及避让 但是司机能坐的也只能是时刻的注意好路面 遇到突发情况来及时减速 而如果发现了路面的坑洞 您也可以联系加州的公路巡警 或者是加州运输部来反映相关问题 如果道路的损坏严重 民众其实还可以直接的拨打911 同时道路维修是一个有轻重优先级别的事 比如说最近因为大雨而出现了不少坑洞的71号 那么因为71号它原本只是一条州内的公路 不像是5号或者是10号那样是一个州际的公路的级别这么高 所以说问题反映上去以后 州政府会评估哪一个公路破损的更加严重 影响更大 就会优先的去进行维修 而这也就是为什么部分民众反映有路段年久失修的原因 而比如说山上还有30号或者18号公路 有时候还出现塌方导致道路的中断 那政府更会优先的去修理这些道路 同时余先生还表示 修复好的道路再次出现坑洞 主要是因为下雨的进水地基变软膨胀 由于修复的洞没有原来的结实 之后的车子压上去会把土从地基里面再给挤出来 那久而久之 等到天气干燥土地收缩 路面上就会再次的出现坑洞了 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道路本身 好我们请导播把我们的这个新闻再回到上一条新闻 我们继续关注到这个道路 因为还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这个道路本身的施工质量是存在着问题的 施工的路面厚薄不均匀 所以说这个地方在重型车辆的冲击下 也会产生一个裂痕 那么一下雨就会变得更加的恶化 再加上季节变化带来的温差 会让很多的地基和土壤热胀冷缩 所以说道路上的损坏 就会随着这个季节的更换而又频繁的出现了